荃灣華為,我們可以看到墳場的位置 墳場的範圍都很大 裡面有一些,或者是隔離 有一些是商下或公下 隔離這裡也有一些我們叫做住宅、民居 究竟這些位置,其實它的風水格局如何? 這集我們繼續說一些風水的事情 雖然踏入年尾,準備後來會是新年 但這集可能有些觀眾看到標題就說 你這樣設一個題目? 但是問題就是香港多小你都知道 外面的景點有時候不到你作主的 像我這樣,我從小到大 到現在都是在荃灣、青衣一帶出沒的 所以呢,有一些屋卷我都會有留意 都會知道 例如荃灣,就是海嘟花園 還有青衣,凝嘟半島 還有一個叫宏嘟花園 都是很出名的 出名的是什麼呢? 就是一打開窗 某些單位 一打開窗,環迴180度 墳境 所以呢,這件事情 其實我很多時候都有一個問號 我都會問 就是說,其實一打開窗,你就看著整排 這樣對著你 是不是會有時候有些 你知道,季節,農曆七月 那些,會不會說特別猛烈啊 特別恐怖啊,招音啊 因為之前你說過,有棵樹 招音啊,今次更激了,整排對著你 但是又有一個說法 就是說,看著墳境 其實有些人很喜歡的 為什麼呢? 因為原來招財 我聽到招牌了 所以今集我要請教一下你 究竟看著墳境 是不是一件好事呢? 嗯,或者我們應該首先分兩件事說 第一,就是風水 它自己本身是獨立存在的 第二,就是墳境 就是人為去改變了 或者加進去地貌裡面 首先第一,我們說 聚不聚到財 或者是令到我們的健康 運程有沒有提升 就是說風水 我們只是說地和水 就是山和水 我們說的是收山的氣 地的氣 水 我們就是收水的陽氣 就是收財氣 一般去理解 所以我們會理解為 當一個位置 無論它在看著什麼 只要位置的風水格局是優勝的話 它看著墳境 它也可以很優勝 它看著馬場景 是一個聚保盤 它也可以很優勝 變成這個是風水自己本身獨立存在的一件事 就形成風水的格局 它漂亮就是漂亮 至於你說 因為它是墳場 有焦音、聚音的跡象 這件事我是認同的 譬如我們看看 剛才你提及的那個 荃灣 我們知道 荃灣華人永遠墳場 荃灣華為我們可以看到 它墳場的位置 它墳場的範圍都很大 裡面有一些 或者是隔離 有一些是商下 或者公下 隔離這裡也有一些 我們叫做住宅 民居 究竟這些位置 其實它的風水格局如何 如果我們純粹 暫時忘記墳場的存在的話 如果我們說收財氣 其實是不會太差的 原因就是前面見到 是青衣的海峽 南巴立海峽 我們知道這條水 是這樣 就是說 由荃灣那邊 向這一邊走過來 變成這裡 我們看到這一帶 民居的這一帶 它看著的這個景 其實它是收著一個 溢水的狀態 這個是本身 天然的環境亂頭 使它有凝聚財 或者收財氣的現象 變成如果你說 因為我住在墳場旁邊 或者看著一個墳境 而造成了一種 破財的跡象 其實不一定 因為我們最重要 看看水怎樣走 這個是第一個方面 但是第二個方面 確確實實 墳場 它會凝聚了一些先人的氣場 先人是一些陰氣場 我們是在生的 所以我們屬於 對於他們來說 我們是洋人 他們是陰人 畢竟陰人 我們知道陰陽 始終是有些分別 如果我們只是 稍稍看到幾個大墳 還可以的 但如果我們變成一個 比較大區域的墳場 的話 確確實實是有些影響 如果這裡本身的 風水亂頭格局 是中等以上 即是說中上的話 其實仍然可以保得住 如果本身風水亂頭 不太理想 而產生那種陰氣 相對來說 比較強盛的話 就會造成 住在裡面的人 因為陰氣強了 我們會直接對應 就是陰 代表什麼? 第一,思維 容易多了一些負面的想法 第二,行為 可能容易造成一些 比較怪一點點 越來越嚴重的 叫偏差的行為 甚至乎做錯了一些大的決定 這一種會直接影響 我們對事情所得到的結果 變成如果確實實 是面對一些比較大的墳場 而本身的鑾頭格局 是一般的話 這個影響確實會比較大些 另外還有一件事 就是我們要考慮一下 這個鑾頭 即是說墳場的位置 它是屬於我們什麼位置 什麼方位 因為我們很強調 太歲方很重要 經常都這樣說 太歲頭上是不可以動土的 我們如果剛好 它這個墳場的景觀 就是接下來我們太歲的方位 那就要特別的小心了 譬如我們這幅地圖 我們見到指南針 這裏指向北面 我們就知道這裏是東面 如果這些單位 它是這樣看著這個墳境 而接下來的明年 就是走正東的太歲流連位置 那就要特別要注意了 即使它是看著水也好 因為畢竟墳場都是聚了一些陰氣 形成那種陰陽不調 就會產生在人丁 或者財運上面 有一些破號 有些變動 所以這件事確確實實有影響 另外也要留意一件事 就是說如果家裡的盤飛升數 剛好所在的公位 外面又是墳場的景觀 而入面的數字 是見到五仔 五鬼 我們叫廉晶 是五鬼 又或者可能是文曲 四仔 原因是因為這些 和陸殺有關 和殺氣有關 如果剛好看著墳場景 又見到這一類型的星組的話 實實是小心一點 容易產生了一些不理想的跡象 變成說 如果我們要觀察 就確實要觀察這方面 至於剛才你也提及過 有些說法又說 它可能會得財 看著墳場 這些就涉及另一個現象 第一 因為剛才我們說的 畢竟墳場是招陰 所以它所招到的財 就容易和我們所理解的陰材相關 什麼叫陰材呢 第一 我們可以理解為 酒色財氣 第二 配當事人八字的命局 如果本身他的命局 可能是土比較多些 因為土 我們說先人 是入土為安 所以土是藏很多的雜氣 陰氣 如果本身他的八字的土是多 而他又看著這些景 而剛好他也是以土為用神的話 對於他來說 相對來說 也是有一些助力的 但如果本身那個人的八字 第一 他是一篇身弱的格局 又或者他的殺是比較重 而他嫁不到殺的話 看著墳場的景觀 這些陰氣 是會令到那個人 那個八字 會再減分 令到他的運程會再受影響 變了這個就比較強調 就是說 如果我真的看著墳場的景 我首先一步就要知道 究竟我的八字 是旺還是弱 接下來我的運程 本身是比較好些 只是一般搬 還有接下來的太歲 榴槤的荒位在哪裏 來去對應這個墳場的景觀 對我的影響會不會加大了 如果真的有的話 那可以怎麼辦呢 我們會建議做幾樣東西 第一當然就說搬 但是以香港的居住的環境 不可能搬就搬得到的 變了我們就盡量 如果真的看到的 而有擔憂的話 我們會建議在所對應的位置 那裏是加點燈 譬如我那裏是一個露台的位置 是看到這些墳境的 我就會建議在露台 就長期開一個長明的燈 凝聚一個光源 同一時間 在家門口的圓關位都是開燈 令到家裡有一個凝聚的氣場 而減少外氣的進入 或者外氣的影響 那這個呢 都會有一個挺好的助力來的 那老師 我想請教一下 剛才我提及到 就是說 除了這個荃灣的海濱花園 你的地圖都開了它的名字 那青衣那裏 都有 剛才我提及到 就是凝聚半島 和這個雲聚花園 其實呢 都是有景 都是有一些的單位 是會向著這個墳場的 不過 他們有一個分別 就是青衣呢 始終隔著了一個海 那我想請教一下 就是在那個分別上 和海濱花園 那個分別上會有幾大呢 你當它大約是三成左右的分別 因為第一水 我們理解為它是有戒氣的現象 第二就是說 因為我們說距離 距離就是涉及那個影響的那個 能量的大小 那因為這個海 說大不大說小不小 畢竟也是有一定的距離 所以可以減少三成是一定有的 哦 OK 那所以大家 觀眾 如果 可能 你趁著今年 2022年尾 或者2023年 你打算入便宜貨的話 但是又想知道 喂 家裡的風水是怎樣呢 那不妨可以先請 詩敏寧老師 跟你看看單位 然後再給你一些意見 好過 買完之後 才發現 已經是好東西了 那就不是很好 對不對 那好吧 下一集我們又跟詩敏寧老師說一下 寂寧一些元朗風水上的問題 好的 拜拜